Hello 大家好 今次开箱的就是这个超人发光楼弹系列 红兽和黑兽 这两个我都不知道它全名叫什么名字 就这样称呼它 这两只双胞胎怪兽是尼奥第一集里的怪兽 在剧中的表现都可以称为敬敌 今次发光楼弹系列登场有没有给到什么惊喜 话说历代的超人故事当中仍有很多不同的高人气怪兽 也很期待这个系列可以慢慢出现 开箱之后里面只有两只怪兽和两颗发光灯 先看看怪兽 两只怪兽虽然是双胞胎 但有些地方仍有分别 首先是厚的部分 黑兽的下额会比较长 红兽的颈背就比较突出 红兽的角是由红色渐变成白色的尖角 头都可以拔下来放入发光灯 身体有弄皮图的纹理 公仔相当轻 红兽的尖角 雙手可以360度转动 背部尖刺是固定无法移动的 白银色上面的尖刺都有弄出纹理 尾巴的部分都可以360度转动 脚部尖刺 脚部尖刺是固定无法移动的 接下来到黑兽 头部都可以拔下来放发光灯 把尖刺带出纹理 即可在三百六十度转动的 可以相当皮尖刺 又维持在其他年转的尖刺 毛巡述尖刺都可以按下来放发光灯理 背部尖刺也一样 尾巴都可以360度地转动 脚的地方大腿有关节可以转动 但脚掌就没办法移动 红瘦的大腿关节比较紧 没有黑瘦那么容易地转动 现在放入发光灯来看一看 放入发光灯之后效果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光 整体上来说其实也不太推荐 首先里面除了两只公仔之外 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玩到 其次就是价钱方面 两只怪兽就要收你800-900元 公仔的质素又不是相当好 所以不是草开这系列的师兄真的不要入手 个人开箱之后都有少少失望 建议官方可以加多几对替换手营 这样玩法就会更多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 和给个赞我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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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